大家好 我是奈莉 我今天呢 要來示範 就是當你的衣服的袖子太長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去改它 好 那我現在呢 先把我的衣服剝平 先把衣服呢 對折起來 記得你的衣服呢 上下層都要把它剝平 好 那剝平之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上下的 繡容要給它對齊 所謂的繡容指的是 我們衣服的 衣服本身然後跟袖子 結合的那個地方 對吧 對齊好 對齊好之後呢 在你要修改的長度那裡呢 做一個記號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不另外留縫份 因為袖孔人我要用那個 彈力包邊把它包起來 好 那我現在拿的就是 彈力包邊 也叫對折包邊 那因為它中間有一條線 所以你在側的時候 直接把它對折起來 然後邊對折邊側這樣子 還蠻方便的一個小工具 小配件 對 好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 怎麼去測 這個彈力包邊 那我先把我們的衣服呢 翻到背面 會把衣服翻到背面 是因為等一下包邊呢 會測在我們的正面 那這樣子正面的證據呢 會比較漂亮一點 好 那我現在先拿我們的 彈力包邊呢 然後來包住我們的 袖孔 包好之後呢 就準備來車縫了 然後呢 在彈力的包邊 在0.2公分的地方呢 準備來壓線 好 就是把布呢 放在我們 那個中間對折的那一條線 線上面 應該說靠攏它 然後呢 你就邊測的時候呢 邊把我們的包邊對折 順著它的折痕 然後這樣子對折 那在測的時候 你也不用 就是太用力拉扯它 就這樣順順的 順順的測下去 好 測到尾段的時候 就把包邊條剪掉 好 那現在因為快要測到尾段了 所以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測到尾段這裡 倒針 倒針之後把布轉向 好 再往前車 再倒針 好 之所以會往前車呢 是因為剛剛我們尾段的地方呢 就是這裡 這個橫向這裡呢 我會把這個口給它封住 免得就是 如果你沒有把它封住的話 等於就是怕它會翹起來 或怎樣 所以這個口我都會把它封住 好 那吃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 就把袖子呢 給它翻回正面 翻回正面 然後呢 我現在 就是套起來給你看 好 它封起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家裡如果沒有烤克機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彈力包邊去包你的袖口 都可以用這個小子 而且是用這個小子 然後呢 再用這個小子 然後呢 再用這一個小子